Hello,大家好,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完成了Story 22 也就是整个第一阶段的Story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又要来进入Story Contest Story and Vocabulary Contest的故事竞赛的活动了 上一次举办活动呢,是Story 1 to 12 是1到12本,所以这一次呢,会从13 Story 13开始到22,一共有10本的Story 那在讲解整个竞赛的内容之前呢 Teeter Susie想要讲一下,因为之前可能有很多的 爸爸妈妈小朋友们呢,还来不及加入就是故事影片 然后可能就觉得从中间加入啊,来不及什么的 所以我想要鼓励这一次呢,可以趁这个机会 爸爸妈妈之前如果没有加入的话,可以直接从Story 13开始加入 因为前面的交雇的单字,其实我们都还是会一直复习 那可以借由这个活动来增加小朋友的兴趣 那所以呢,Teeter Susie想要先介绍一下 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选这一系列的书 那其实这一系列的书呢,就是也不是跟厂商合作 也不是艳配文,纯粹就是这整套书叫做 就是U.S.Born的My First Reading Library 其实这套书在网路上还蛮有名的 很多家长都,全球的家长,就是国际间都很推荐这一套书 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其实用的单字都非常的简单生活化 不会像有一些书就是可能单字会有一点难 或者是其实生活,日常生活中根本就用不到 然后第二个呢,是它的单字,它有融入自然发音 就是Phonics的Rule在里面 像我们最一开始学的时候,从Story One的 一直跟到现在的小朋友们就会知道 其实它一开始是什么Top,Mop,然后Sit,然后Pen 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单音节 所以即便是第一次出学的小朋友都会知道要怎么发音 不会突然就叫你念一个Butterfly,或者是Beautiful 就是很难的单字,那他们就会觉得 哦,我不会念,哦,我不想念了,对 但是这个就不会,所以他们就会慢慢的去累积 那其实到现在,像我们最后一本 22 Story,22 Mystery,它就会有一些比较长的单字 已经慢慢的变难了 比如说像什么Retire啊,Love啊,Fire 就会稍微稍微的慢慢加难加深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会想要选择这一套书 那其实Tira Susie想要做这个 就是故事影片的原因 就是因为之前有解释过就是周围的爸爸妈妈们 他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想要撤学龄前 就是像小姨之前想要多用一些方式来帮助自己的孩子 可是可能自己本身的英文不是那么的有自信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可以来找一套书 是很适合初学者的 然后来帮助他们,然后一起念 那结果呢,在这个Story的整个1到22这个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就是很支持 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们都会跟我分享宝贝们的情况 然后他们都会说 哎,小朋友其实就是看的还蛮有兴趣的 而且会主动自己要求要来看影片,看故事 甚至有一些小朋友是原本排斥英文的 就是可能上英文补习班或是有接触过英文 结果不喜欢 但结果在看了故事影片以后反而产生兴趣 然后主动跟爸爸妈妈要求说 要就是继续在看影片学英文的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些内容都不是我去主动跟爸爸妈妈来要求 说,哎,你要来写评论 就是他们主动告知我的 所以我也相信这些是他们很真实的一些feedback 所以也让我想说 哎,如果这一套整个学习的影片 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小朋友,帮助到大家 而且其实它真的算是一个 应该已经算是一个课程了 因为其实T恤书记在里面不只会带小朋友导读全部的内容 就是中英文,因为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全英文的时候 在一开始接触他会有点排斥 因为他会觉得我全部听不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以他就比较难对故事产生兴趣 那T恤书记在前面这22集 其实都有就是中英文并用的去带小朋友全部的意思 让他们可以理解所有的story的情节 然后呢,等到小朋友慢慢熟了以后 可能再慢慢切换成就是全英文 就是英文比重越来越多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后面呢 其实也有每一次的vocabulary学到的统整 然后跟复习就是单字的部分 然后甚至在每一次影片的开头 也会复习上一集学过的单字 所以它其实是已经包含就是整个单字的教学啊 然后发音啊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故事的导读 所以其实它算是一个 已经算是一个完整的课程 然后其实也是免费的资源 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爸爸妈妈们的feedback 也说小朋友学得很好的话 我当然会希望就是已经做了嘛 那就会希望更多的家长 更多的小朋友都可以就是受惠 所以呢,之前如果还来不及参加的爸爸妈妈或小朋友们呢 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一起来加入 然后呢,因为其实学习的过程呢 尤其是初学者是很需要家长的陪伴的 就是不需要说爸爸妈妈可以陪他们看完完整的影片 可是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导他们 比如说,怎么跟着Tia Susie一起念单字啊 或者是这个story的内容啊 可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帮助他找到答案 他就可以慢慢的增加信心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家长陪伴孩子一起学习 那其实学习呢,就很需要除了本身故事的兴趣之外 也很需要持之以恒 那持之以恒呢,就需要一个动机 所以这一次才会鼓励大家参加这次的story contest 因为呢,这一次的story contest会有一个很棒的礼物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story contest的内容 story contest的内容呢,就是 这一次呢,的story的范围呢 是story 13到22 就是13到22,10个故事 所以在在接下来的5个礼拜呢 Tia Susie每个礼拜都会发通知 提醒爸爸妈妈说 哦,这个礼拜有哪两部影片是要来复习的哦 那就可以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来 反复的复习这两部影片 那这样5个礼拜过去以后呢 就10部影片都会看完了 那我也相信如果就是反复看个3到5遍 其实小朋友他对于这个单字啊故事啊都会记得很清楚 对,那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就是没有压力的学习 就是不是填鸭式的 是因为透过故事来学习到这些单字的 那学完了以后呢,也就是5个礼拜以后 要报名的爸爸妈妈呢 就是可以现在在这个影片的底下留言说 我要报名,先帮我按赞 然后分享这个影片 然后帮我在底下留言说 我要报名,然后写以分享影片 这样我就知道你已经分享影片了 就是有留言报名 就是说我要报名,以分享影片 这样子就算完成报名 那这样Tia Susie呢就会在12月1号礼拜6的晚上8点 寄一个连结给你一个竞赛的测试连结 那这个连结呢 它是只有收到有报名的爸爸妈妈才会收到 那它也不是公开的 所以必须要你先有报名 它才会收到这个测试连结 然后呢,你收到连结以后 你就可以根据影片的内容呢去回答 那一共会有30题 30题呢,每一题都是只会有一个英文单字需要回答 我可能是会问你,这个单字的英文是什么 或者是我可能会问你一些故事的情节 那你不需要,如果你会回答整句话也没关系 但重点是只要你有回答出那个keyword 那个单字,重点的那个字就可以了 所以所有的内容都会是英文哦 就会有30题英文的答案 OK,所以回答完了以后 你可以直接在Facebook私讯的地方回答给我 就直接打一题两题第二题是什么答案 或者是你要就是直接统一写在word档里面 就是直接寄给我也可以 那T.Suzi改完以后就会把分数告知给你们 那12月1号礼拜六晚上8点 T.Suzi会寄考试的连结给你小朋友们 然后呢,12月2号礼拜日的晚上8点以前 请爸爸妈妈把答案回传给我 也就是说你们有24小时一天的时间来回答这三十题 那我相信应该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 就是把十部影片全部都塞完 而且这样子也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呢,重点就是在前面一定要每个礼拜都有 就是认真的看影片的小朋友 他才会有办法就是真正的去回答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然后呢,T.Suzi收到以后呢 就会就是给你们就是A成绩 然后最后呢,在12月3号礼拜一的时候呢 我就会公布前十名成绩最高的小朋友 就是我们的得奖者 那得奖的礼物呢 就是骑士宝的游玩卷 OK,全省通用 然后两个小时 对,那为什么会选骑士宝 这个也不是厂商赞助的 是因为T.Suzi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可以让小朋友更有动机去学习 然后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其实就是很喜欢玩骑士宝 然后我的妈妈呢,就会鼓励我说,如果我这次月考考怎么样 他就会带我去骑士宝玩 然后我就会超认真的去就是念书 然后最后就是真的考到 然后妈妈就真的带我去玩,然后我就会很开心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的投资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讲说就是10个嘛 那如果说假设真的有很多,比如说30个小朋友真的都满分 就是满分我就是已经是最高了嘛 那所以呢,一样我礼拜一的时候会用直播的方式 因为直播就是公平公开公正的方式呢 去给大家看,在这个30个人当中我们会用抽签的方式 就是抽中10名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坦白说中奖几率也很高啦 对,然后呢,就是会让他们可以就是去骑士宝玩 那如果说真的小朋友很努力了 然后他也拿到了满分 然后结果他却没有被抽中 那他是不是会有点难过跟失落 那在这边我就是要鼓励爸爸妈妈 因为T.J.Susie就是,我刚刚讲这个也不是厂商赞助的票 是我自己就是去购买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小朋友已经这么努力了 那我们其实是一起努力来帮助鼓励他们 那爸爸妈妈不妨就是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奖励 或者干脆也就带他们就是去骑士宝玩 如果他们真的也很喜欢的话 总之就是一定要想一个小东西去鼓励他们 那这样他们其实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就是他们愿意付出努力 然后他们真的也得到了一个好的成绩 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奖励 这样子的经验累积 就会让他们对英文产生很大的兴趣跟自信心 就是一个很好的learning pattern 就是很棒的一个方式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起来帮助小朋友们 OK,好 所以呢,最后总结就是 要参加这个活动的爸爸妈妈们呢 就请帮我在这个影片按赞 然后留言 分享影片 然后留言 我要报名 以分享影片 OK,然后就可以加入这个 这个contest 这个story contest 然后希望呢 小朋友们都可以学得很开心 那同样在这个时间里面 如果小朋友有任何 学习上的 就是进步啊 或者是兴趣 都很欢迎爸爸妈妈们跟我分享 然后 希望大家都 Enjoy learning English OK,拜拜 拜拜